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的新栏目 华尔街财经 今天我们首先为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美国金融政策方面的重要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 现在川普政府计划废除掉在二零一三年美国和中国审计当局之间的一个协议 而这样的举动可能预示着 在对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要进行更广泛的打击 这些公司因为回避美国的信息披露规则而受到了很多的抨击 这个协议曾经为美国的审计监督机构 在针对中国审计师的执法案件中寻求文件建立程序 最初受到了很多的欢迎 认为这是美国在获取受到严密保护的中国财务信息方面的重大突破 并为中国的监管机构带来了合法性的标志 但是这样一个被称为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机构 长期以来却一直抱怨中国没有批准自己的要求 这意味着对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中国公司的审计情况 其实美国了解很少 根据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还有环境部的副部长表示 缺乏透明度促使政府官员为尽快退出交易奠定了基础 这表明这样的监督委员会将放弃从中国人那里获取信息的全部努力 也就是我们说的干脆不玩了 现在的行动迫在眉睫 副部长在周一回复问题的电子邮件中表示 这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我们不能再继续让美国股东处于风险之中 让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 让我们作为金融市场黄金标准的卓越地位受到侵蚀 另外有一位政府官员还有三位的前白宫官员都表示 正在考虑终止谅解备忘录 并且补充说现在白宫方面已经参与了讨论 白宫方面拒绝置评 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还有监管方面都没有立即回应请求 目前还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或者如何撤销这样的协议 协议要求任何一方都提前三十天通知 其终止不会直接威胁到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中国上市公司的地位 在美国交易的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中国公司 包括阿里巴巴还有百度等 但是关于撤销的讨论却表明 美国当局对于美国投资者广泛持有中国公司缺乏信息披露 现在越来越胆道担忧 而这可能导致更加直接的打击 这也是美中两国在因为对于北京在对冠状病毒的处理 以及在香港遏制自由的行动而日益紧张的两国关系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实此前有关于中国企业在美国就已经受到了相关的警惕 在五月份的时候美国政府成功地想监督一个四百亿美元的联邦雇员国际养老基金的独立委员会施压 要求其停止跟踪一个包括中国公司的指数计划 理由是中国法律对于投资者的披露和保护不足 并且给投资者带来了风险 在六月初的时候川普总统指派包括负责监管机构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莱顿在内的一组官员 在六十天内提出措施建议以保护美国投资者 避免中国政府不允许注册的审计公司遵守美国的证券法 但是上周证券监管委员会的主席表示 他认为没有任何情况能够使得在中国适度的开展监督信息披露 并且防止会计欺诈的工作 但是来自国会的压力却是越来越大了 共和党的领导在参议院已经通过了一项法案 如果法案得到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的批准 并且正式签署成为法律 那么任何外国公司的证券如果连续三年不能遵守审计规则 将被禁止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而参议员卢比奥在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 除了终止这份允许中国公司公然藐视美国财务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法律法规的谅解备忘录外 我们还必须了解中共利用美国资本市场的问题 这是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明显和持续的风险 但是一些美国投资者担心国会的举动可能会把他们拒之门外 而这些高收益的投资机会仍将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开放 中国本身其实正在帮助华盛顿促勤在审计方面发挥其强力反制 在三月份他们自己修改了一项证券法 禁止任何中国人在未经国务院下属的证券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 与海外监管机构分享任何证券相关文件 但是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 谅解备忘录的局限性从很早以前就已经显现 协议不具备任何法律约束力 并且不允许美国的监管机构对于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相关检查 并明确允许双方在违反国内法律或者是国家利益的情况下 拒绝文件的要求 谅解备忘录代表了美国投资保护的一个漏洞 同时为中国的系统性欺诈提供了框架 专家表示美国现在继续允许中国公司向美国投资者筹集数万亿美元 但是却让他们可以避免美国基本的证券和审计标准 这种情况是不合情理的 再为您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国有电信巨头华为的命运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有知情人士表示根据一项保护关键系统免受安全威胁的两部计划 英国方面已经准备禁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起下一代移动网络 根据这样的蓝图到今年年底 英国手机公司将没有办法在其网络中添加任何华为的组件 而此后到二零二七年华为的所有现有设备都需要从5G的基础设施中进行移除 首相约翰逊还有他的高级部长和高级国家安全主管 将在周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提交提案 预计下议院将在晚些时候宣布决定 如果计划在会议上获得同意 那么将标志着约翰逊政策的重大逆转 并有可能在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 使得英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升级 中国方面已经警告约翰逊 如果英国将其视为敌对者 那么将面临后果 英国在中国的问题上的确是做了转折 可以说是被迫陷入了战斗 约翰逊在一月份华为参与新兴网络移动时开了绿灯 但是提出了有关限制 但是受到来自美国总统川普的巨大压力 要求他寻求改变方向 在五月美国禁止华为采购使用美国技术的微芯片 这样的举动也颇使英国官员重新评估 他们对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安全性 以及可持续性的看法 当时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主导了一项审查 认为美国的制裁意味着华为将不得不使用潜在的不安全技术 使得整个安全风险没有办法控制 与此同时约翰逊也面临着来自保守党内部的要求 要求他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资深的保守党人要求总理给出坚定的最后期限 说明何时将华为从英国封杀 因为他们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被中国间谍使用 尽管华为方面一直否认这样的指控 美国对于华为的战争可以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艰难时段 而之后欧洲也面临转向 但是约翰逊现在也面临困难 首先华为是一家庞大的全球电信设备制造商 已经深深地嵌入了英国的网络 以处他需要耗费时间和成本 并且有可能破坏总理在选举中做出的改善整个英国通信服务的承诺 另外英国的运营商也对华为禁令的高成本估算引发了疑虑 短期内公司的禁令将计划伦敦和北京之间已经很紧张的关系 在上周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指责约翰逊政府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并说英国在华为问题上对美国随身附和 即使是在伦敦首相也可能会发现他的计划不足以让他的保守党同事满意 现在英国的保守党议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很高兴政府听取了我们的意见 并且开始立即剥离华为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修改二零二七年的日期是很重要的 他说现在政府说二零二七年是完全剥离华为的日期 但是我们却希望时间可以更早一些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市场的几条最新消息 首先看到截止七月十三日 上交所的融资额报六千九百三十九亿元 比前一个交易日增加了一百五十二亿元 而深交所融资额报六千三百七十九亿元 比之前的一个交易日增加了一百五十三亿元 两市合计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九亿元 比前一交易日增加了三百零五亿元 创了十一日连增的好局面 另外中青公司指出本轮的市场上涨到目前仍然有基本面的支持 具体而言当前A股情绪高涨 日换手率达到百分之五以上的历史警戒水平 而历史经验表明可能短期市场波动有所加大 之后中青认为密切关注一些积极因素 是否会进一步强化乐观预期 推动资金入市 中青维持新经济是主线 券商可能引领老经济的观点 而中研证券则指出 本周由于重要的股东与国家大基金减值 以及解禁股压力造成了短期回调 但是目前银行等板块估值挖地尚有填补的空间 预计本轮填挖行情尚未结束 建议继续保持八成的仓位 坚持中线做多 短线也可以关注地产银行券商钢铁新能源等 中长线继续关注金融新基建消费蓝筹 还有优质成长股等 而监管方面也有新消息 在七月十一日银保监会再度强调了 严禁银行保险机构 违规参与场外配资 严查乱家杠杆和投机炒作行为后 大多数银行机构的新一轮自查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七月十三日有人对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了两天的自查情况 说从昨天就开始忙起来了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忙这件事 目前根据二十一世纪经济的报道 各个部门的企业在向客户递交近期信贷资金流向的相关凭证 供银行核查信贷资金 是否流向了股市或者是场外的配资 而来自光大证券也对最近的市场有了最新分析 光大证券认为近期市场对于未来的风格是有所分歧的 其中市场对于科创风格的分歧不大 但是对于周期股的看法却比较纠结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 当前A股市值比M2位于二零零三年以来的百分之七十六历史分位 说明当前A股的估值已经进入偏贵的区间 但是股市短期是投票期 长期却是称重机 市场短期走势更多的是受到情绪的影响 在当前市场普遍比较乐观的情形下 这一种乐观情绪将推动市场持续上涨 但是投资者仍然需要紧盯政策以及监管动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财经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